宇宙文明分为五个等级,人类文明低至0.73,科学家,突破仍需二百年。 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后,似乎一直都在一味的索取。 虽然我们人类因此站在了食物链的最顶端,但地球早已在我们人类的摧残下,千疮百孔,我们一边享受着科技上的突飞猛进,另一边却也是眼看着地球变得伤痕累累。 那么我们不禁想问,人类文明的发展,势必会成为一把双刃剑吗? 关于这些棘手的问题,可能等到人类文明,成为一级文明时,才能够真正意义上解决,虽然我们人类已经学会了利用地球的部分能源,但是对于行星能源的充分利用,我们人类还是一个小学生,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能量, 建议解决人类社会中的种种问题。 当前宇宙文明,按照卡尔达舍夫等级,大致可以分为五个等级,而我们人类文明低至0.73,对于科学家而言,若想达到一级文明的程度,若想解决地球上的生态问题,仍然需要二百多年时光。 卡尔达舍夫等级,是一种用来衡量一个文明的技术的先进等级的方法,以一个文明能用来与通信交流外航星的能量的多少为基础,只要在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,大量使用能量,便可以算入卡尔达舍夫等级。 不过人类文明距离一级文明,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 一级文明,也就是行星文明,二级文明,也就是恒星文明,三级文明,是纤细文明,四级文明,则是超纤细文明,而最让人感到震撼的,就是五级文明了,它又可以称之为大宇宙神级文明。 由于超星系文明,以及大宇宙神级文明,是我们人类文明遥不可及的存在,因此,在这里我们就不多加讨论了。 而三级文明,星系文明,它可以被视之为可利用最高能量的宇宙文明。 对于我们现如今的人类而言,如同上帝一般的存在,足以控制整个星系中的所有能量,但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,由于人类通过天文观测整个星系,并没有发现星系的能量,发生无法解释的现象。 因此,三级文明是否存在?现在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 而最有可能存在的二级文明,如果在宇宙中真的具备的话,那么该文明可控制的能量,将超过我们人类文明的百亿倍。 它们可以获得一颗恒星的全部能量输出,恒星大多都可以稳定地燃烧几十亿年,如此多的能量供给,二级文明真的是取之不计用之不竭。 而对于二级文明是否存在的最好证明,可能就是戴森球理论了。 该理论认为,可以在一颗恒星的周围,建立起球形结构,以此来获得最大化的恒星能量,这样的宏伟工程,恐怕也只有二级文明能够实现。 而科学家通过一些红外空间望远镜,也发现了一些类似特征的天体。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天文学家们进行了一项对全天二十五万个天体的红外寻天调查,他们发现了十七个类似戴森球特征的天体。 不过,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,那些类似戴森球特征的天体,也可能是因为处于尘埃团笼罩,只是看起来像吧。 而所谓的一级文明,这里我们人类非常接近,我们人类若是想要达到,就必须增加数千倍的现有产生能量,不然的话,仅凭现在的0.73指数,真是吃人说梦。 而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他就认为,人类将在未来的200年内,步入到第一种文明形态,到那时,我们人类有能力控制和利用大气和地热能量,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,将在高科技文明之下,彻底烟消云散。 充裕的能量,也使得我们人类对于气候与地质活动做出绝对的控制,大规模的太空探索活动,将会如同雨后春笋般显现,人工智能,通信系统,即时网络,无线电力等等,或许在不久的将来,都不再是幻梦。 对此,大家又是如何看待呢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我。